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链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链接 因为使用这个链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链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不然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第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太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对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但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太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利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 购买太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 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 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 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 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 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业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业 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 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 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潜在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 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 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 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 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0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按钮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 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 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 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 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 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 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 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 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 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 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 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 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这里 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的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22年11月 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比商好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我写一个2U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容易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光泛 此前两年连招没超风重创的火电股在2023年 因来业绩大翻身 1月30日电力股震荡拉升 干能股份000899 SG深南电内00037 SG双双涨停 杭州热电605011 SH保新能源000690 SG则能电力60023 SA等根涨干能股份 1月29日晚间公告 2023年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4.31到5.3亿元 同比增长3938.17%到1877.27 扣费净利润同比增长1270.97%到1573.18 业绩变动的主因是其所属丰盛发电厂78机 主本机正常商运 公司火力发电量及营业收入大幅增加 同时燃料成本较上年同期优所下降 干能股份主营业务包括火力、水力及新能源发电 从生产经营数据看 该公司所属电厂2023年度实现上网电量159.491千瓦斯 同比增长69.20% 其中火电发电量增幅最大 同比大涨71.64% 水电发电量同比下滑6.55% 光伏发电量增长57.14% 净利高增由上年同期技术较低所致 2022年煤炭价格高位运行 干能股份净利润仅1064.84万元 2021年的全行业煤电价格倒挂之下 该公司亏损2.48亿元 燃料成本下降和用电需求攀升业对能源 金融双注业的江苏国性 002608 SD利润贡献破风 江苏国性披露 预计2023年实现 规模净利润18.35亿到22.75亿元 同比增长2591.67%到3237.09 业绩预争原因包括金融板块经营发展稳定 收益持续增长 煤炭价格回落 能源板块加强燃料管理 利润贡献进一步提升 对电力A000539SD同日发育营 2023年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8亿到12亿元 较2022年的巨亏29.8亿元有亏为盈 对电力A解释称 2023年公司各主要电源类型上网 电量均实现同比增长 营业收入大幅提高 其中气电风电光伏电量显著上升 煤炭市场价格回落 煤电业务边际收益改善 收益于电力需求高增长 煤价中枢下1万能电力000543 AZ2023年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13.11亿到15亿元 同比增长161.84%到199.82 近期多加电力上市公司公告业绩预期 据澎湃新闻书里 上海电力60021 SA生能股份600642 SA等预计去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大涨200%以上 正能电力60023 SA生南电A等纽亏为盈 截至目前五大发电阳起 机下主要上市电企正未公布去年成绩单 但澎湃新闻注意到 各发电集团日前召开的 2024年工作会议已给出预告 华能集团发布的消息显示 2023年全年发电量供热量 煤炭产量等关键生产指标 利润 净利润 规模净利润 经济增加值等主要经营指标 以及新能源开工 投产等绿色发展指标 军创公司成立以来最好水平 其中火电实现扭亏为盈 煤炭利润再创新高 新能源盈利占比近五成 据澎湃新闻书里 华电集团2023年经营发展绩效 创出历史新高 全年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6.8% 大唐集团去年产量指标 创历史新高 经营指标为历史最好 发展指标达历史最优 国家能源集团多项生产经营指标 在创历史最好水平 国家电投集团营收利润 规模净利润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围绕着巴比兽到奥斯卡 平为冷落 庞洛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 提名所引起的舆论哗然 持续多日的未平息 从该片的演职人员到媒体 在大吃瓜的好莱坞名人 以及普通网友 纷纷加入嘴障的大军 导演格雷塔格维格 左赫主演马格特罗比 在巴比在首映里对话环节上 希拉里为巴比名不平 在巴比的支持者看来 这么一部苍显女性 一直符合时代精神的优秀 原创作品的创作团队中 最绝功之伟的两位女性 竟然都没能获得提名 事实上导演格雷塔格维格评 巴比拿到了最佳改编剧本提名 马格特罗比也因为巴比制片人的身份 拿到了最佳影片提名 实在是女性主义在2024年 奥斯卡上的大溃败 另一方面偏偏这部电影里的男性演员 瑞恩高斯林拿到了最佳男配角提名 就更让不少巴比粉丝 记忆不带一处来了 谴责这是好莱坞男圈 智商的鲜活力证 巴比剧照 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的片中演员 亚梅丽卡费雷拉表示 格维格做了导演所能做的一切 她实在是配得上这个提名 她只手创造出了这个巴比的世界 把原本对大多数人来说 并不存在什么内在价值的东西 变成了2023年的全球爆款 没能在最佳导演提名名单上看到她 我感到非常失望 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的高斯林的加码 说失望二者根本就无法表达我内心的情绪 导演格维格克服了重重困难 只靠了两个没有灵魂 一周暴露的玩偶 成功做到既让广大观众开怀大笑 又让流行文化获得发展 她创造了历史 理应获得提名认可 才对意识之间在社交媒体上 各种批评 讥讽讽认的声音声消沉上 甚至还出现了奥斯卡存在幕后黑手的阴谋论 此外洛杉矶时报 BBC等媒体也都迅速出动 邀请作者撰写新闻 而专门研究巴比玩偶文化史 超过40年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德洛德副教授M.G.Lowe也公开表示 两人的落选充分说明 现在的美国社会人是男权的天下 负责提名最佳导演讲的学院导演分支 主要还是一些老白男 看不上格维格是在正常不过了 巴比聚焦 批评声中 最具典型意义的或许要属前第一夫人 和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他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 直接发问 格雷塔格维格和马格特罗比 表示赢了票房却落选了奥斯卡 没关系 我们这些数亿百万记忆的粉丝会一直爱着你吗 你俩可比可嗷嗷 卡纳强多了 顺势 他还自己身造出了一个希拉里巴比 Hillary Bobby的关键词 希望能借着这股劲让激活变全网 不过似乎并未获得太多的回应 媒体发文称女权主义 不需要提名背书 或许是因为批评的声音 实在是太过嘹亮 以至于没过多久 针对这些批评的反批评 也迅速集成了一股势力 纽约时报首当期 从1月24日刊发的专栏作者 帕梅拉保罗 Pamela Paul的文章题 以为我早就说了吧 巴比是部烂片 作者大胆表示 巴比其实一直都有些过欲 票房火爆掩盖了本身的优劣问题 更严重的还在于巴比之上 引开始就被相关政治论述所劫之 好像不支持这部电影 就是不支持 现在女权主义 就是在未付权账目 但是并不是说 每一次有女性未能赢得荣誉 就代表着女性失败了 如果女性的每次尝试都需要靠一纸提名证书来做认证的话 那我们女性也太失败了 把她继续写到 最后她总结说 那些为巴比落选而义愤填应的人 那些疯狂表示自己喜爱这部电影的人 更确切的来说 可能是赞成其背后被予赋予的各种附加意义吧 他们是赞成这部电影 而非真的喜欢这部电影 巴比剧照 同一时间文化网站sld1.com上也出现了 T.V.B.B.受冷落 让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的专栏文章 作者伊莫跟韦斯特那次 Remo Jam West Nights认为 社交网络上已因此是出现了 某种文化层面的集体精神错乱 许多平时根本就不关心奥斯卡 甚至不看电影的人也都凑齐了热闹 但他们又缺乏对事实的了解和冷静的判断 你们觉得奥斯卡奖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谁最卖座就选谁 谁最能传递正能量就选谁 在他看来 巴比获得八项提名 已经算是获得了电影同仁的认可了 大家不该因为认定了 她是关于女权的电影 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参与制作的女性 就该自动或讲才对 他强调巴比失去两个提名 这并不是一个女权问题 而且也不值得美国全国务卿来特别加以关注 想要把这件事和2016年美国大选扯在一起的人 还是审审吧 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提名数量不平衡导致争议难消 与此同时 好莱坞业内媒体也从多个角度出发 解释奥斯卡评委的决定 希望外界不要过于激动 综艺发文表示 好多平时不怎么关心奥斯卡的人 可能不知道或是忘记了奥斯卡评委向来的品味 他们喜欢严肃而有意义的电影 喜欢饱受现实世界痛苦折磨的演员 如身体残疾 吸毒成瘾 精神疾病等 因此 在近100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奇幻科幻电影中的角色 喜剧片和动作片中的演员 几乎从未获得过任何的奖励 而好莱坞记者的媒体则强调 那些未巴比您不平的人 把声势闹得如此之大 好像今年奥斯卡提名名单如何不公平 背后或许也都有某种 白人至上主义的内心潜流 毕竟两位落选者都是白人女性 而今年的提名名单 其实在鼓励少数主义 弱势群体和女性电影人方面 做得已经相当不错 这时候在吵吵闹闹 等于是模糊了焦点 丧失了大局观 巴比剧照 另一边 两位曾经拿到过奥斯卡奖的过来人 倒是也颇具胆量的给出了相对和缓的意见 上街奥斯卡拿到最佳女主角奖的杨子琼表示 几家欢喜几家仇 这就是颁奖记的常态 提名名额就那么几个 竞争又是如此激烈 没有谁能保证自己就一定可以入围 因为投票的人各种各样 谢天谢地 巴比 至少是获得了最佳影片的提名 不过他们两位没能获得提名 我也感到非常惋惜 而平人鬼情为了拿到过奥斯卡小惊人的乌比哥德宝 也在自己主持的层间 节目中谈到 就是这么一回事 不可能每个人都得奖 所以也谈不上什么 谁受冷落了 谁意外入围了 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人人都有份的事情 你喜欢的 不一定正好是那些评委也喜欢的 事实上 自2009年开始 老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名单扩容至十部 导演候选人则保持五位不变 所以严格说来 每年都会存在五位水种不低但不幸落选的导演 也因此这方面的争议 在过去十几年里始终没有停止过 在那五位是一则的粉丝看来 既然影片得到了最佳提名 那就说明影片整体字数达到了一定标准 而众所周知 电影整体如何是导演个人能力的体现 但他们五人却没得到提名 难不成说 那些佳作都是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正所谓众口难调 只要两份提名名单不重新回到均衡 这样的争议今后应该也会继续下去 至于演员方面 有投票资格的演员评委们 自己心里其实或多或少都有把称 什么样的演出最考验演技 最有挑战性 身为演员的他们在倾诉不过 也因此奥斯卡评委 却是一贯轻视喜剧片 动作片 科幻片里的同行 要说这背后一丁点的理由 都没有恐怕也并非事实 不妨再看看今年的最佳女主角提名名单 凯瑞穆里根 音乐大师 莉莉格莱斯顿 花月杀手 爱马斯通 可怜的东西 安妮特贝宁 奈德 桑德拉会勒 最弱的审判 只要是完整看过上述六部影片的人 面对应该将谁提出出去 以便让马格特罗比补充进来 这样的拷问时 恐怕都很难做出决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